为什么沈梅庄会成为第一个事情的人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他端庄大方 在选秀的时候给四大爷留下了好印象 当然不只是这样了 可以说沈梅庄的城床和三个人是有分不开的原因的 那就是紫禁城树出三人组 皇上太后和皇后 先来看皇后和太后 后宫两党华妃那边连着包括年庚瑶在内的汉军旗 而皇后这边连着包括太后在内的满军旗 四大爷在选秀之前说 他要在汉军旗里面多选几个秀女 这样一来皇后和太后这边不就落了下风了吗 所以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 去拉拢汉军旗的秀女 而沈梅庄呢刚好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 神母教导沈梅庄的话和太后对皇上说的话不谋而合 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嗣 皇上今天是选秀女 充施她自己的后宫繁衍子嗣 而沈梅庄给梅庄压的题 又和太后奠选时问的一模一样 你品精细品 太后这边生怕似大爷会撂沈梅庄的牌子 还没怎么着呢就发话留下了她 而在皇上给新小主们订封号的时候 她本想给真欢一个贵人 可皇后硬是把贵人之位要走给沈梅庄了 不仅内定人进宫 连封号都要给最高的 太后和皇后这样理应奈何 捧沈梅庄的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 而且后面四大爷选人事情的时候 也是皇后拿话机的她选的沈梅庄 这么一看或许沈梅庄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太后 还有背后的乌拉纳拉家 在选秀的事情上已经让乌拉纳拉家族 乃至是背后的满军旗吃了暗亏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按照他们的心意 适当的安抚一下 怕是有的闹闹 另外四大爷自己也存着私心 四大爷虽然宠爱华飞 但他背后的年更妖实在是太过瞩目 手握兵权功高盖竹 早就成了四大爷的心腹大患 因此在选秀宜的时候 四大爷不仅要考虑他们的财貌 还要考虑他们在前朝后宫的作用 就像是在电选时弄掉苏妙青一样 他要找的是能抗衡华飞的人 而不是和他沆瀣一气的人 沈梅庄的爹是几周邪领 虽然不如年更妖官大 但也是个手握兵权的军政大职 这样的官职实力 才能在自己对付年更妖的时候出力 这样的背景才能和华飞刚得起来 所以在受宠之后 四大爷又是给他换牌匾 又是给他送菊花 让他学着掌管六宫的 就是想让沈梅庄在华飞面前迅速的抬起头 让他拥有更多的底气去制衡华飞 所以即便没有甄嬛的装柄必宠 沈梅庄也会很快成宠的 怡修都能搞死纯元 为什么不偷偷的把华飞搞下线呢 首先因为华飞处处都提防着他 他们明面上是仇敌 华飞向来都看皇后不顺眼 防他跟防贼一样 就连当传给自己的果子 都得让宋之给打翻咯 赏赐的下人福子 也被他找个理由给弄死了 易坤公的下人都非常的灵力 甚至有不少都是华飞的心腹亲信 外人进不去 收买不动摇 这种局面下 皇后就算想下手 也找不到好机会 纯元就不一样了 那可是怡修的亲姐姐 有这层亲属关系在 他对怡修的警惕心 自然也就弱了一点 第二 华飞根本就不在皇后的打压名单之内 因为怡修知道 无论是皇上还是太后 都不会让华飞做大做强的 年更遥那边本来就已经光高震主了 这边华飞在生个孩子 那年更遥不得其当四大爷头上拉屎啊 皇上那边呢 会想方设法的制衡他的 自己又何必去搞事呢 第三 就是因为杀了纯元 怡修能够得到皇后之位 可杀了华飞 他什么都得不到 没准还会惹一身骚 华飞固然强势 但他生不了孩子 根本威胁不到他的后卫 而且华飞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弄死 他位高权重 不说还有宠有家事 四大爷虽然气惮 但在表面上还是会礼让他们年加三分的 年更遥可是出了名的灌篮高手 如果华飞在后宫不明不白的死了 那年更遥就算不带兵攻打四大爷 也得把朝堂绞得天翻地覆 第四 皇上心里有华飞 即便年加倒台 华飞所做的坏事全都公之于众了 四大爷也没想过要弄死华飞 依秀跟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 怎么会看不出来四大爷心里有他 他知道哪怕华飞一辈子不生孩子 皇上也愿意留着他 这样一来搞定他早晚会被迁怒 所以依秀在等一个炮灰 最后依秀留着华飞也是在帮自己 虽然依秀一直把开枝散叶挂在嘴边 好像他有多么贤德多么大方一样 但实际上他也会嫉妒那些得宠的嫔妃 害怕他们会仗着宠爱威胁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华飞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善渡的他会想方设法的对付那些宠妃 还能帮自己挡刀 自己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了 综合考虑之下 不动华飞还是对大家都好的上上之策呀 幻璧一直都在提醒甄嬛防止悲剧的发生 甄嬛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在甄嬛传中 幻璧的小嘴儿就跟开了光一样 每次他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去劝甄嬛之后都会发生一些悲剧 就像甄嬛刚刚怀孕的时候 初儿在屋里待不住 非得缠着甄嬛带他出去放风筝 因为复查贵人小惨的事 幻璧害怕甄嬛也会像复查贵人一样被人害 于是就劝甄嬛少出去 可甄嬛一点都没听进去 初儿一撒娇 他就带着人出去了 结果初儿在捡风筝的时候 碰巧撞见华飞干坏事 然后就被溺毙在荷花池里了 后来甄嬛从甘露斯霸气回宫 在长街上遇到了安玲蓉 二人谈话结束之后 幻璧就劝甄嬛 让他趁机了结了他 可甄嬛却觉得 让他在宫中受尽冷眼嘲笑更痛苦 结果安玲蓉没失踪几天 就靠着冰夕服从了 还间接害死了梅姐姐 还有后面 斯大也为了试探 甄嬛和果自林是不是有私情 假意送甄嬛去和亲 果巨王恋爱脑上身 大半夜的就要出关去劫人 幻璧好哥劝他 让他不要去 他就是不听 最后不仅被发配边疆守官 一回来还就被斯大也给弄死了 屡次进言 屡次失败 为什么大家就是听不进去幻璧的劝呢 首先就是因为甄嬛的自信 川儿落水前后 正值甄嬛最得宠的时候 被宠爱迷婚头的他 自信满满的认为 自己不会不复查贵人的后尘 所以才不会把幻璧的建议当回事 安玲蓉那次也是 那时的安玲蓉嗓子废了 又失了宠 在甄嬛看来 他已经无力成为自己的威胁了 他恨安玲蓉 所以他又日日看着他被折磨才解气 他是真没想到 都这样了 安玲蓉还能翻身 其次 幻璧每次劝人都劝不到点子上 就像在劝果军王的时候 幻璧从前之后 都没有通过分析此举的危险之处 来劝他不要盲目行事 而是一味的通过贬低甄嬛 以及诉说自身对果军王的感情 祈求果军王能够为了自己放弃甄嬛 可果军王满脑子都是甄嬛的生命安危 他根本就没有爱过幻璧 又怎么会为了他放弃自己心爱的女人呢 最后可能就是因为幻璧 一直都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傲娇人设 在宫里也是动不动就斤斤踢脚 看不上别人 本身就忠言女儿 再加上他这样的为人厨师 使得大家对他的信任度不由自主的下降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宝子们下期还想看什么 记得在评论期里留言放牌子哦 原住四大爷越来越绿 甚至后期每一个亲生娃 竟都是因为缓混的一句话 原住的四大爷 可以说是个几万千绿色鱼一体的小绿人 那是弟弟绿丸陈子绿 陈子绿丸儿子绿 儿子绿丸 连侍卫都能横插一脚 以至于后期的玄龄虽然有不少娃 但这些娃的生父都指向了不同的人 而他绿透了的根本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这四大爷生性凉薄 还爱搞替身梗 今天伤害这个 明天伤害那个 啥样人人建功待两年 都能原地化身疯子阴暗爬行 玄龄最著名的绿帽子 不就是这样戴上的吗 先是听信恶闽禅颜流放真远道 又是一句玩玩泪青 让甄嬛心碎 这装装剑剑哪个冤枉了他 所以也不怪玄幻回宫后彻底黑化 断了玄龄的子孙缘了 而在耶稜皇上这件事上 另外两个重要参与者 则是我们无所畏惧的小叶子 与血剑床踏的阿玲龙 本来四大爷就因为杖杀小小鸟 有了心理阴影 再加上一来一 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训兽技术 成功起爆屠龙 直接升级成了心理阴影plus吧 但即便这样 玄幻也没打算放过他 直接明示太医 皇上受此重伤 咋还能有皇子呢 所以呢 太医也是心灵神会 利用黎妃特工 掏空了胖菊的身子 以至于后期的玄龄 是想行都行不起来了 所以那时的后宫 也可以用绿云满天来形容 不仅有玄幻生的撒大侄子 与梅妆生的小臣子 其他嫔妃 更是在玄幻的故意疏漏下 频繁的想要鱼目昏珠 援助的殷贵人 就是其中之一 将借水进宫前就有了心上人 但他人被送进了宫 也就不得不断了 不过这心上人也是个狠人 跑到宫里当了御林军 所以殷贵人隔宫里 一遇到爱人 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天雷沟地火之下 也有了娃 缓缓得知后 不仅没处罚 还帮着殷贵人的娃成功落户 该说不说 真是大好人呀 并且援助真患成就的野鸳养 可不止殷贵人 就连三二哥和小妈 孙大英与狂徒 统统满足 援助三段看上了自己的小妈 玉北义 本来玄灵知道 儿子看上媳妇后 还是生气的 但缓缓舌菜莲花 硬舌舌成全了 这对畸形的恋爱 孙大英与狂徒 更是在被发现后 被缓缓送出了宫 洗TH1 甚至缓缓利用 汪贵人四个月没事情 有了三个月深远 这样的律师 气得四大爷见了太奶 只能说该呀 但凡胖去做个人 都不会捋到心发慌 为啥曹其末的一个发誓 竟然缓缓脸色大变 果然神仙打架 从不用明说 曹其末与缓缓 作为后宫智商高地 两人从甄嬛进攻 就斗得火热 你害我姐妹 我杀戒警猴的 曹其末虽然是华妃的军师 但年世兰千不该万不该 拿瘟疫做法子 勾搭死大爷 毕竟曹贵人 可是后宫数一数二的好妈咪 虽然华妃自己看不清 但曹其末看得一清二楚 年世兰自从因为导致 甄嬛小产失宠后 就有日落西山之想 而此次复宠 可构孝是皇上的捧杀 凭借虽不伶俐 却也知道 华妃此次的复卫和得宠 不过是谈话一线 再如何 也只是强努之末罢 所以为了自己与女儿的未来 曹贵人起了跳槽的想法 恰好缓缓也明白 想要彻底扳倒华妃 曹其末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棋 所以两人就利益交换问题 有了这次的谈判 对于甄嬛而言 他一开始并没有将曹贵人 当成自己的盟友 想的不过是能利用 则利用罢了 因为此时结盟 是曹其末急于和华妃撇干净 所以有求于自己 优势在我 但曹贵人更是明白甄嬛的小心思 毕竟自己和他的梁子结得太大 要想让环环毫无借力的接纳自己 除非重开 所以既然从情上无法做到一致 那就只能是从利益下手 因此曹其末故意向环环展示了自己的头饰 还着重的强调 这是皇上赏的 姐姐此物很眼熟 似乎在皇上的库房里见过一次 定是皇上赏的吧 是 一点小玩意儿罢了 以至于甄嬛一现就变了脸色 但环环可不是吃了飞醋 而是明白了曹其末的底牌 这宫里想动手的可不止是甄嬛 皇上对年假也是积怨一身 所以曹贵人与环环也不是非合作不合 他拿出皇上的offer 就是为了警告甄嬛 要么做盟友要么做对手 自己不会成为一颗随时被抛弃的棋子的 所以为了让彼此都放心 皇上才提出要任温宜做该女儿 为的就是给曹其末一个保证 温宜公主玉学可爱 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一女 若如此 彼此倒也安心了 这样两人合作的也能更加愉快 这场戏真的是高手过招 招招都暗藏杀机啊 皇上为啥从来不让温石出给安玲荣看病 没事温太医有事石出哥哥 作为皇上的私人健康助理 温石出可以说帮甄嬛干过许多掉脑袋的大事 像是啥私子开壁虫药啊 跑甘露斯要求三婚啊 帮忙隐藏皇上真是月份呢 那装装剑剑都能给九族下个够呛 所以皇上也是十分的信任她 甚至多次给自己人发放温石出诊疗卡 但作为前期的轻功F3之一 甄嬛明知暗小鸟有可及 为啥就没想过 让温石出给安玲荣调理一下呢 难道甄嬛一开始就叫安玲荣当敌命 首先虽然环荣此时将安玲荣当作小分队的一员 但到底是比不上自由一起长大的梅姐姐 所以两人之间还是得有些边界感的 最初华菲当众打残夏冬春后 环荣也因为害怕装病必宠 所以自然是不方便露面送胎衣的 再加上甄嬛也不清楚 安玲荣是不是和自己一样在装病 若是贸然带着温胎衣上门 万一真是装的 那不就穿帮了吗 况且甄嬛也明白安玲荣的敏感 若是自己的手伸的太长 小鸟必然是会在背后缺缺自己的 那可就真成了处理不讨好了 并且虽然温世初兼职做了甄嬛的私人医生 但本职工作还是太医院的工用太医 安小鸟不像被建筑的梅妆和被华菲封杀的端菲 即便是不得宠 那也是宫里的正经小主 只要他想 大可以派宝娟去请温世初 但小鸟没这样做 反而是接受了皇后指派的太医 那意思就很明显了 人根本就不愿意让温太医瞧 那环环哪能送脸上去给人白白的打呢 再加上甄嬛与温世初是进宫前求过婚的关系 虽然环环没答应 但也是一个致命的把柄 他哪里会把自己的薄弱之处暴露给别人呢 安玲蓉和梅妆还不同 在他去冷宫逼死余婴儿时 甄嬛就知道唯唯诺诺不过是他的伪装 这样一个心思细腻又心狠手辣之人 若是发现了这一秘密 总归是个隐患 只不定哪一天就爆了大雷 所以环环不得不防着点 而且蒙面歌王后 甄嬛就彻底与安小鸟离了心 玲蓉又在那之后做了许多错事 甚至连梅姐姐都被他害死了 甄嬛不让温世初彻底毒死 安玲蓉就不错了 还给他看嗓子 这是后宫不是教堂 环环也不是那爱当圣母的人呢 做不到对自己重拳出击的敌米保之以得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宝子们还有啥想看的 记得来评论区留言翻牌子呀